微軟公司的搜索引擎必應表示 有關政府部門已要求該公司在中國暫停 他們自動建議功能7天 必應是在中國唯一獲准使用的一家主要外國搜索引擎 去年12月 必應中國在中國大陸地區暫停搜索自動建議功能30天 這次暫停正值是北京持續對技術平台及算法進行打壓時 中國網民首先在星期六發現了這個暫停 必應在中國在他們的中文搜索網站上發表的公告中表示 他們是一個全球性的搜索平台 並繼續致力於尊重法治及用戶獲取信息的權利 他們未有說明這次暫停的原因 微軟未有立即回應置評的請求 微軟在公司2009年推出這個搜索引擎 已取代之前的在線搜索 在在線搜索至2006年發布以來 一直遠遠落後於行業巨頭谷歌公司及互聯網門戶網站 過去一年 中國互聯網公司受到監管部門的打壓 從內容都客戶隱私 監管部門出台新的限制措施 今年8月 中國最高網絡監管機構公布了規定互聯網平台 可以及不可使用算法的規定草案 該規定的最終版本已在這月生效 所以為了請問 作詞和協議 請進行 向對方 向對方 保持